那前面的话我们介绍了一下 拉麦大怎么样和API Gateway服务来进行配合 一些以及API Gateway的来 如何来进行传递参数 那接下去的话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 拉麦大怎么样和DynamDB来进行配合 如何进行数据库数据的写录和以及读取 那首先我们可就创建一张 点到这个先到这个控制台 然后点这个DynamDB 然后创建一张table 然后可以输一个你的table的名字 OK 然后输入你的这个partition key 那sort key的话 我们这边其实不需要 你就不用勾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不需要用它这个默论的这个配置 因为默论配置的话呢 是他会把它的WCO设的是5 我们用1就足够了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就是说中国区的北京区的DynamDB 也提过了autoscaling的功能 也就是说你的数据库呢 是完全可以根据你前端 读和写的能力来动态的调整啊 这个read和write的capacity OK我们直接点击创建 Coreate 它可能点击完create之后呢 它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呢 来让这个数据库呢生效 那OK 这已经生效好了 那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item 那item这边呢 现在是只有啊 data这样的一个pillition key 那下去的话 我们就创建一张dynamDB的table 那个创建一张lambda的function 那创建的时候呢 我们就点这个 然后选择我们的一个名字啊 比如说我们叫write 然后选我们的一个角色 coretic function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function呢就创建好了 那下去的话 你那当然你也完全可以在这个啊 控制台这边去进行那个代码的输入啊 那我们可以比如说 拿一些ide来进行那个写代码 首先的话呢 我们可能是要需要去用这个严格的模式 我把它放大一点 ok 那一开始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console.log这样的形式呢 去输出一些啊 日志 但这样的话呢 以便我们后期的一些debug ok 然后呢 我们需要去引入我们这个awssdk 对吧 这个会是一开始就需要的 然后的话 的话我们需要去配置一下这个啊 这个啊 region 那中国去的话 我们是叫cn-nars-1 ok 然后呢 我们是通过export这样的方式 对吧 前面我们也讲过的 function 那function里面的话 我们会有invent 对吧 然后还会有context 还会有我们的怎么样 callback 对吧 OK 然后这个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我们代码的正文的逻辑 那首先的话我们比如说可以定一个呃变量 那这个变量里面的话 dynamdb的话有他的item 对吧 那item里面的话 比如说首先我们的主件是我们的data 对吧 那data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获取一下当前的时间 然后的话就是输入一些message 那message的话我们可以随便定义一下 比如说hello aws china lambda and dynamdb OK 然后写完之后的话我们还需要写一个table的名字 啊 这个我记得应该是大写的 OK 那table的名字就是刚刚我们呃输入的那个 对吧 OK 好了之后的话我们需要掉这个我比较喜欢用这个data cland 那data的话我们需要在前面也去声明一下 嗯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for.client 然后去新建一个AWS点 dynamdb点 OK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用pul直接用put这个方式呢 就可以把变量给输进去 比如说 pulance 然后的话里面还会有我们的方选对吧 方选里面呢我们会去定义我们的AWS和我们的data data 对吧 然后呢 写完之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他是写成功的对吧 如果说他如果是他失败的AWS的话怎么办呢 啊我们也可以通过console.log这样的形式呢去输出一些日志 啊一边我们的这个trap shooting 比如说 Fill to write into dynamdb OK 那如果说他是失败的话呢 那我们callback怎么来写呢 那当然是把错误的日志给输出出来 那data的话我们就选launch就可以了对吧 那如果说他是那个正确的话 OK如果是他是正确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console.log的形式呢把一些日志呢给那个输出出来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可以写 OK 那呃这边的话呢就是callback 那直接有error 也有我们的data对吧 那data当然是我们输出的了 那如果说写成功的话呢错误的日志就不需要输出了 那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再稍微的简单的检查一下 OK那这样的一段代码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的拷贝到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lambda的这个证文里面来 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我们的save OK保存成功 那保存成功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点我们这边的一个test这个按钮 我们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这边叫dynamdb dlite 直接点击create 然后直接点这个test 那这边就会有他输出这个结果 那我们能看到大家details对吧 以及他的我们输出的那些console.log的那些日志 那刚刚是我们把这样一条的信息写入到dynamdb里面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那里来进行那个检查一下 我们可以刷新一下 OK 那我们是把这样一条日志呢 就已经写入到dynamdb里面来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完成了最基本的通过lambda去写入数据 然后把它写到dynamdb里面 那下期的视频的话我们会介绍一下怎么样去读取dynamdb的里面的数据 好